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回答正确 好 这是图 你需要找到另外两只图的图片 如果翻错了的话 我们也需要旋转写一个图片 好 第一只一个图片就找到了 好 好 前面这个短片虽然小啊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小女孩的记忆力啊 真的是神乎其神 关于记忆力啊 好像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笑话 甚至我们身边都有 你比如说我有个同事 每次出门的时候都这样拍着自己的口袋 钱包 钥匙 手机 烟 火 他这么一说啊 我总是让我想起来古代的一个笑话 说是有一个公差押送一个犯罪的和尚 这个公差的记性就特别不好 然后他给自己编了一个顺口溜 和尚公文 雨伞 家 家就是过去所发的那个靠子 脖子上带那个几十斤重的大家 每天都这么叨叨 这和尚的聪明还听 这个人是不是脑子记性不太好 有一天就请喝酒 把这个公差给灌醉了 灌醉之后呢 拿剃刀给这个公差剃了一光头 剃完光头之后自己就跑了 结果这个公差呢 醒了之后一看 公文 雨伞 家 和尚呢 一摸脑袋 哦 和尚在这儿呢 哎 那我在哪儿啊 这个笑话说的也就是人的记忆力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小女孩的记忆力啊 真的是太棒了 人家的小小年纪是怎么做到的呢 她叫李贵荣 这个看似平凡的女孩子 却拥有超强的记忆力 她的脑袋里似乎会融下无穷无尽的知识 这个特点给她增加了一丝神秘色彩 也给身边的朋友提供了不少便利 她现在可厉害 反正对那个电话号码记得特清楚 然后我不知道了 我到问她 她就像我电话本一样 李贵荣正是因为这个特殊本领 在中央电视台状元360栏目的 记忆密码的比赛中脱颖而出 夺得冠军 小小年纪就能做到我们普通人 不敢想象的事情 她怎么会有这么不寻常呢 难道她真的是个天才 天生就超人一等吗 李贵荣的邻居是位小学老师 她对李贵荣的表现也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通过她多年执教的经验 觉得李贵荣的记忆力应该不是天生的 其实现在的小孩子他们的记忆力呢 都是相差无几的 但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学习成绩要明显的好一些呢 我后来经过调查询问也发现 其实这些成绩好的孩子跟他们的记忆力也有一定的关系 他们不是说都有超长的记忆力 而是掌握了一定的或者说是小小的一些记忆的方法 这样就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据周老师说 他发现学习好的学生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记忆方法 那么人到底是怎样来记忆的呢 中日友好医院物理康复科的谢玉小主任医师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的记忆恢复工作 他认为记忆就是大脑对外界刺激的积累和储存过程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注意的关注 就是大脑的这个所谓的警醒系统 通过眼睛的这个信息转入进去 然后在大脑中运作 现在前个月运作在一个短时记忆这里 然后他就他运作了以后通过一个有意识的编码和综合的一个组合过程 专家认为由于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 大脑对外界的刺激进行了选择也不同 比如学习好的一些孩子比较善于抓住重点 从而专注于此 学习效率就比较高 这么说来李贵荣的记忆力也许并不是天生的 那他是不是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技巧 比较善于抓住重点呢 肯定不是天生的 比如说像我吧 记忆力提高了一些 就肯定是经过一些训练 自己通过不断的训练 才有今天这样提高到这种地步 谁也想不到 现在自信的李贵荣 以前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 甚至连学习成绩也并不理想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他凭空拥有了非凡的记忆力呢 事情还得追溯到半年前 那时的李贵荣还是一名图书促销员 这个工作就要求他 必须牢记各类书籍摆放在什么位置 以及书的大概内容 李贵荣工作非常认真 可是效率却很低 有时候他为顾客找本书 也会耽误很长时间 领导对他的这一状态 感到非常不满 经常找他谈话 他平时的工作当中 有些读者来找他的时候 他也记忆力不是很好 有的书的话 也不知道摆放在什么位置 我想记录但是记不住 而且记得东西比较多 我记不了那么多 李贵荣因此非常苦恼 干脆辞掉了工作 他常常感到明朗 没有学历又没有能力 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于是他开始反省 找到哥哥一起来讨论 怎样解决目前的困难 后来我就说那我们找找看看 能找到一些方法 说不定就有用 这样我就说那这样 我找到一些方法 你来试 你如果能够练会了 我就相信什么人都可以练会 原来这个李贵荣 他这个好的记忆力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一些病态的 那么病态的一般有两种例子 前不久美国就有一个女性 去求医 为什么呢 就是在他受过一次损伤之后啊 他对于以前所有的事情 都记忆的一清二楚 他找医生什么目的呢 您帮我把这记忆都消除了吧 我连十年前早晨起来的 某一天早晨我都干了什么 全能够记住 医生说办不到 还有一种呢 比如像金皮克那样 非常有名的语人 他也是因为大脑有缺陷先天性的 结果导致呢 他对数字或者书的背负能力极强 据说呢 现在这个叫金皮克的人啊 他就是语人里面的那个人的原型 已经背了九千多本书了 倒费如流 而对于李贵荣而言啊 一开始他并不是这样 他是想什么呢 找到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办法 这是他跟他哥哥的一个想法 实际上呢 在国外我们也知道像美国呀 日本呢 他们都开展过类似的一些教育方法的研究啊 但是呢 好像并不是特别的成功啊 那么李贵荣和他的哥哥 这么一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呢 他们开始在网上大量搜索关于记忆的信息 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李贵荣结识了专门研究记忆术的张海洋老师 从此他开始接受张老师的训练 张老师首先教给他的就是 怎样记扑克牌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李贵荣还是有很多问题 无法克服 刚开始他觉得这个好像比较 记方是跟他以前不太一样 需要一个比较一个转换 就不太适应 比较莫生转换起来就有 就是感觉比较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 李贵荣的成绩多少有些进步 一副扑克牌 基本上也能很顺利的记下来 好 都记住了吧 试一下 好 我问一下 第八章是什么 红桃 第十五章是什么 十三百五百多 三百多 坤仑润滑油 通过南极零下五十度考验 坤仑润滑油 原自中国石油 采用欧洲NCAP标准测试碰撞 安全性达到四星级水平 哈佛COV 长城汽车 中国力量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 像水桨 我选择三拳状元桨 纯净水和面 冷鲜肉做主料 用心细节 精致生活 三拳状元桨 袋鼠妈妈 有个袋袋 袋袋为了保护乖乖 澳洲阿优 澳洲英智如意 SG原味 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是李贵荣却对张老师教的技术 不是很感兴趣 他认为 即扑克牌对他来说不实用 张老师一直把这些 作为训练记忆力的第一步 但是如果他不感兴趣的话 可能就起不到作用了 于是张老师提醒他 可以改变一下训练计划 先记一些 对自己来说比较有用的东西 后来因为看了这个训练网上面 有记这个 有介绍寄电话号码的 刚好那段时间 我自己的手机坏了 然后拿去修了 我就真的把我的电话号码寄了 然后基本上这个 所有朋友的电话号码都寄下来的 然后比如说我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一个个翻 就直接拨就完了很快了 按照老师教的一些记忆规律 李贵荣从记忆电话号码 上似乎找到了感觉 记忆成绩突飞猛进 并且可以举一反三 慢慢的可以很快记下 别人随意说的几十个数字 甚至可以倒背如流 这可是李贵荣 以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那我们来看看记忆规律 这里一共有四十个数字 你看你花到时间 尽快把它记下来 然后抽几个问 看你记忆的准确度怎么样 好吧 记完了 这样你就转过身去 然后看你能不能把这四十个数字 从头到尾背变背下来 5821039671330125 767921567892004332 764158 就这个 就是这个 你说的76 能不能再 大部门念一遍 85146723 我们的大脑平时对数字并不是很敏感 而且打乱以后的数字更无章法可言 它是如何在短时间内 把这些不相干的数字记住的呢 对很多人来说数字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超过十个以上就很难记得住了 他在这个记数字的时候呢 那么首先第一步需要把这个 看起来很抽象的数字 转化成自己都很熟悉的一些图像 比如说七八 数字七八 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方法转化成一个大西瓜 碧绿的大西瓜 我们还可以想想这西瓜很重 然后呢就是很有水分 吃起来很甜 这样所以这个面对数字要记忆数字的时候 这门选手的这个脑海之中呢 看到数字其实呢是在看 就一个个就是非常生动非常活泼的 这样一些这个动画的这个图案 所以他看起来就像看电影一样 就看一遍就就记住了 而且很深刻 原理就是这样 其实呢超长记忆啊 不只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说的 像什么金皮克这类的脑袋受的损伤的人 你比如说历史当中的人物 苏氏 据说苏氏呢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那可不是数字啊 那是读书念古文 而至于说武侠小说当中 大家可买个情节记忆犹新吧 那就是黄荣他妈 黄荣他妈据说看了一遍《九阴真经》就给记住了 写了两本最后写的吐血而亡 那实际上呢我们说李贵荣他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叫编码法 我们就拿前面啊 张老师考李贵荣的这几个数字 当中的第一个 5821039671 重复一遍 5821039671 我是怎么记住呢 其实啊也是学习李贵荣的这种编码法 你比如说呢 他把58按鞋音想着什么 58想着苦瓜 212121 鳄鱼 03 洞三 东山 96想成是九楼 七榴想着奇异果 那就是咱们说的猕猴桃 然后把它变成顺口聊 苦瓜牵着鳄鱼到东山的九楼 去吃其异果 这就是编码法之一 当然我们说你不一定非要按照他这个分法来分啊 你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58想成是我爸 21呢 你还是可以想成是其他的鳄鱼什么的都可以 后面的七一那个想象企鹅等等等等 利用这种方法都可以做到 实际上啊 这种方法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独创 那么在很早以前古希腊时代的时候啊 就有这样的教育方法 那就是什么呢 按照地名排列的顺序来结合你想的内容 比如说你要记住一段古文 这个古文大概分成四层 四层意思 起成转合 你把起对应一个地名 比如说想成我国的西藏 好 西藏是起的部分 那么下来是哪呢 西藏下来之后就应该是这个广西云南 然后你再把这些地名呢都一一给他对应之上 这也是编码法的一种类型 同样也是记忆当中的一种技巧 一种锻炼方法 李贵荣一下子从大家眼中的平凡女孩成为了一名记忆奇人 而记忆也成了他的乐趣 这时中央电视台状元三百六栏目恰好面向全国招募记忆奇人进行现场比赛 李贵荣的哥哥看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 他鼓励李贵荣去试一试 说你可以去参加一下 你现在记忆也不错是吧 就可以去参加一下 参加一下呢对爷爷好处 然后跟别人去交流一下 看看别人怎么记 你怎么记 哥哥的一席话鼓励了李贵荣 他也想借此机会 对自己几个月来的努力做一个考试 为了锻炼专注力 他跑到比较闹的地方去训练学习 甚至到超市里去寄商品价格 一遍一遍寻找规律 将自己平时的学习结合到现实中来 因为这个激励训练呢 他需要就是说 虽然方法你找好这 但你平时训练的时候 你不能我天天老记这个数字 那你回去了 那更烦的呗 那更没意义 那么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形式 但你这个机理 比如说机车的号啊 还有的超市器 寄这个商品的价格 等等都是一些形式 寄的形式 他们的训练场地 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办公室 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训练场地 即便是在喧闹的超市里 张老师也会随时随地对李贵荣进行讨核 那我就问你几种水果的价格 这边的紫色的葡萄价钱是多少 紫色葡萄 3块8毛 3块8 不错 这个对 然后呢 旁边它那个橘子的价格呢 橘子 橘子2块8毛 2块8 没错 寄这个葡萄 这个跟这个3块8 你是怎么想的 有这个就色的 然后大一点 它的形状就是 比较 给我感觉比较酸 这个酸的话就跟这个酸 就是3块8毛 对 然后这个8毛 我想这个会很滑的 它像个圆球一样很滑 我想的 我踩着两个葡萄 滑到8毛 就踩着葡萄滑到8毛 对 李贵荣平时的训练 使他越来越自信 做起事情来 也更加得心应手 但是 参加比赛和平时 在生活中的训练 毕竟是不一样的 可能会有很多 突发事件干扰到他 李贵荣面对这样的情况 能应付自如吗 当我们这个涂善剂 这个功能就 抗干耳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有些人也喜欢 就是把它叫做 什么抗干扰的记忆 这种就是 当我们用图像机来 记忆东西的时候 就像我们看电影 看电视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看这个电影 在看电视 很精彩 那周围人在说什么 或者周围人对你说什么 你根本就听不进去了 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这上面了 所以我们图像机也是这样 通过我们想象 我们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这一块上 我们都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 想象图像吸引住了 我们就不会说 不会被外界的一些东西所干扰 地造健康睡眠之家 集思抗菌防满床垫 宝宝优秀 妈妈成就 三路优家奶粉 特别添加一生缘 DHA 独特智库配方 让宝宝健康成长 更优秀 三路优家奶粉 让我们飞 一如梦相随 中国石化加油考 Sinopack 云南白药创可些 有药好得更快些 风湿疼痛 腰酸胃痛 跌打肿痛 痛痛痛 就贴云南白药高 云南白药集团出品 杀眼 结膜眼 请点论书 博士伦 福瑞达 用MP3听音乐 普通电池不耐用 投入就像无底多 怎么办 南途聚能环 锁住更多电量 一节更比六节强 电量可达普通KK电池6.6倍 精打细算还是南福合算 南福建池 2006年9月 山西选手杜毅在状元360大显身手 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可以测算一下 它这一根长生面冲出的大约有多少米 120米 一公斤面粉 一根120米长面条 如果你能突破这个记录 请迅速拨打热线电话 010-6813-4646 为了保证李贵荣在比赛中 不会被观众的窃窃私语 或工作人员的对话所干扰 张老师又给他增添了一项特殊训练 这个训练就需要朋友来帮助他一起完成 今天我们做一个实验 就来测试一下我 等会儿你们每人说一句话 就大概8到13个字 然后就说尽量相同的语速来说 说完之后看我能不能听出 你说什么话 然后你说了什么话 2 3 我们要把事情做到 尽量又打得很好 好 我来看一下 看我听的对不对 先说 我 我说了什么 太阳和月亮都 太阳和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 对 对对 人对 人要把自己想的事情做得最好 对 说的是 我们对自己的梦想要有大承诺 对对对 你好 你好 李贵荣的抗干扰能力 就在大家的说说笑笑中 有了很大提高 那么他的这些训练方法有意义吗 在现实生活中能对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吗 现在有一种理论就是非常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实际上记忆遗忘 都是和这个注意和专注 好多信息蜂拥而来了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来 就是说你选取的是哪一部分 那这个我觉得无论是上学的孩子也好 是年纪大了要训练自己比较好的记忆力 而不要就是容易忘记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 一些身边的事也好 这都可以用这些技巧 经过短暂的训练后 李贵荣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状元360的节目录制 在比赛中他非常自信 大家眼中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难题 都被他轻易做到了 好了观众朋友 看过了我们这几关精彩的比赛之后呢 最后的冠军也已经喊上了 那就是我们过关斩将的一号选手 也是我们场上唯一的一位女选手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 好张先生现在把我们最后的 中央电360的奖杯 颁发给了我们的一号选手 让我们掌声祝贺 其实呢 李贵荣并不是一个天才 原本呢 他在学习方面也有一定的困难 只不过呢 人家善于举一反三 善于去提炼一些方法 掌握一些技巧 比如说像编码信息图像啊 这些来帮助自己啊 强化自己的记忆能力 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什么天分 这只是一些技巧 那世界上呢 每年都会举行一次世界记忆大师比赛 你要去那个比赛现场 就会看到非常有意思啊 那些众多的选手啊 一个个都是像特工一样 二脑袋上戴一个大耳机 特别大的那种 防止杂音进入 再有一个呢 是眼前戴着厚厚的大墨镜 这个墨镜也防止有光线 或者其他的什么 来干扰他们记忆 他们的考试 有点像李贵荣 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一样 多少秒之内 你要迅速的记住一幅打乱顺序的纸牌 给你多少个人民 限你在多长时间内迅速的完整 无缺按顺序都给写下来 背下来 甚至呢 其中有一个日本人呢 还曾经利用了几十个小时的时间 不停的背诵 呃 圆周率 小数点之后 多少多少费 每四个小时才休息五分钟 哎 对于这些呢 我们就都是非常的佩服 哎 不过呢 说到底这只都是一些技巧 加上一些我们后天的训练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当然也许不如人家这么出色了 我相信呢 这里面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天赋的成分的 哎 不过如果大家经过开发 都掌握这种技巧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考虑去参加一下 这个世界级的记忆大师的比赛 也许下次的冠军 不是李贵荣 就是您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走进科学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睡梦中 飘忽不定的魅样 是梦境 还是现实 是什么 使他心不在焉 又是什么 让他目之所措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揭秘江湖片树系列之 梦中艳影